無罩酒駕爬爬躁 賓士男撞死婦人 死者家屬在車禍現場召魂時哭得深思粒竭 新北市永和區昨天在發生酒駕造勢車禍 76歲老婦人王祖英被一名男子駕車撞飛約30公尺遠 當場爐內出血送醫不治 造勢駕駛是患有精神障礙的36歲女性男子 24年前才因酒駕被吊銷駕照 沒想到竟有5兆酒駕釀貨 警方調查昨早7點半老婦人出門購物 穿越家門前的馬路時被女性男子駕駛得兵士撞飛 造勢駕駛加速落跑 一名問獎見狀立刻跟車 用行車記錄器拍下車牌交給警方 警方找到造勢駕駛時他人裝傻 找我幹嘛 你有跟他的車子後面跟一下 我車子速度沒有辦法 當然我手排1600 速度沒有辦法跟他3000CC跑啊 所以你就趕快跟警察講說他往哪裡走這樣子啦 女性男子便稱前往喝了6瓶啤酒 吃了一些安眠藥 醒來就在警局不記得造勢 還表示他在夢遊 事後才後悔的說對不起大家 而他酒測值達1.17超標3倍多 訊後被疫果是致死 公共危險及造勢逃逸等罪前送辦 思貞女兒昨天痛哭呼籲政府正式酒駕造勢問題 如果他真的是有良心情 他今天就不會說喝得茫茫的然後上路啊 不要嘴巴講講 嘴巴講是沒有用的啊 嘴巴講講到時候還是那麼多的人開 喝了酒之後開車 如果真的不能立法 那我們大家都一起開了酒 喝了酒開車好了 上路可以嗎 我非常地求你 嘴巴走走 希望我媽是最後一個這樣的人 希望這件事不要再發生了 動新聞新北報道